我们在马尔代夫露营五岩岛 听说这里的祭物都很霸道 我们到来之后 他们嚣张的气焰 但也不行 一个多小时就打了一大串 然后我们向环郊内挺进 为了避免被鲨鱼吸咬 直接穿越浅滩急流区 刚到断崖口 马上发现了大金枪的生意 两个人一潜一后开始下潜 现在是下午五点多 也是金枪仪对活跃的时候 在海底很快已经贴近了目标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打中了金枪仪 金枪仪的爆发力很强 老套现上的线纹几乎被放空 随时都有被拉下水的危险 处理好水面的情况 我们接下来还要面对水下更严静的挑战 两条金枪仪的动静太大 鲨鱼马上全身赶到 此时我们只能是慢慢的收线 观察它们的数量 它们的个头 以及有没有尝试性攻击的迹象 好在它们没有澄清之队围过来 而且我们是三个人 体型上对它们也有碾压式的压迫感 金枪也跑到我们身边来了 大概是受到鲨鱼的威胁吧 好巧不巧它挂底了 我只能赚了档 下去把它解出来 还要时不时的环顾一下四周的鲨鱼 要知道受伤的金枪仪对鲨鱼来说是极大的诱惑 所以当我们打中金枪仪之后 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几百米范围内的鲨鱼全部围过来 有惊无险 总算把它弄到水面来了 拉到水面的第一时间 要先送它安静地离开 放血排酸之后 我们要尽快撤离这里 今天鱼受伤挣扎 几百米范围内的鲨鱼会围过来 如果是流血 那么几公里范围内的鲨鱼 都会闻心而动 太阳快落山了 在深海区光线不好 我们要尽快撤到胶旁上的潜水区域 还要时不时的看一下后面 有没有鲨鱼跟过来 我不动是吧 简单你找一点泡面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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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拔了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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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哥今天出来万一带锅了 哈哈哈哈 然后找这个罐子来烧水 哈哈 哎呀烧水哥你看 确实我们出来带的东西太多了 就腊了腊了这个锅 没有锅出发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们今天打的鱼 帝王斑 这一条应该有个五六斤 相当哇塞 这个明天拿回去清蒸 今天太晚了就不搞了啊 先把它冰起来 黑瓜子 在这边都要挑几品的鱼来打 冰起来 对 这条六斤多 七斤 差不多 马大夫的红鱼 颜色跟我们那边有一点区别 走 哈哈哈 这一条有六七斤了 六七斤 你太小看它了吧 在我们国内很少能见到这么大的鲍鱼了 啊大金枪 哎呀 好有手感哦 哈哈 哈哈 第一次打到这么大的狗牙 这一次咱们必须要把刺身给搞搞起了 在国内打到金枪都熟了 来到马大夫 必须要好好说一次一把 台湾 台湾 好 谢谢 谢谢 他拿东西过来 哇哇哇哇 谢谢 谢谢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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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今天还挺好的 给我们送来饮料 还有苹果 苹果 非常感谢 这边是什么 苹果汁 苹果汁 水都烧开了 不测火了 哇 又疼疼的泡面 你在家的泡面就没那么香 你行不行 哈哈哈 驚饭时间 先把泡面吃了 好戏还在后面 我们来吴源岛之前 查看了海底地形 断崖边的珊瑚应该有很多大龙虾 晚上抓几只龙虾来烧烤 就是我们最好的宵夜 我也不太懂英文 所以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翻译了 当地的小黑马代人给我们送来的食物 太热情了 看来我们可以更奢侈的 只是好菜还没上 来根滑的 来根滑的 这是中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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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好吗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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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2 我们的语言 两次 居 绪丶 我爱你 然后虽说是五元岛 但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凑巧碰到了一帮外国人 在这里那个什么篝火晚会 然后当地人跟我们闹了好长时间 搞得我们现在有点晚 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就是要去抓龙虾 好 出发 哇 红了 你看不起谁呢 这里的沙蟹真的是目中的 在马尔代夫 这也是第一次往上来潜水 往上的海底世界 也充满了各种惊喜 还有一些未知的挑战 这是一条燕子舱 往上不要我们靠近 两道上面的水深 这里随处可见各种大货 这条红鱼不低于死精 住之前的波皮羊 最亮的就是这条燕尾东西邦 但凡有珊瑚的地方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用手抓它也是一动不动 观赏性特别好的荷包鱼 海底地皮流氓 斑鸡鱼它来了 别看它现在严处无害 要是白天 我起码要跟它保持十米以上的纪律 超大海鲜 看样子应该是不能吃的 建议大家看到这种不明确的海生物 还是不要食用的为好 又看到一波斑鸡鱼 如果是白天碰到建议大家一定要眼离 攻击性极强 冲上来咬一口就不见一块肉 咬鱼四大毒鱼之一 尾巴上有一根毒刺 碰到这个大家伙 也要保持纪律 番湖底下有一条名贵的黑瓜子 我跟尼老涛两个人搜索了一个半小时 没有发现龙虾的踪影 我们回到营地之后才发现 晚上潜水已经偏离了异定的路线 烤龙虾宵夜没有希望了 烤烤螃蟹也不错 想吃螃蟹就这么简单 吃螃蟹 吃螃蟹 嗯 挺香的 非常的鲜美 吃完睡觉了 吃完睡觉了 吃了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